总统府邪的凯达格兰大道 经常都是群众上街头抗议的地方 不过在昨天晚上呢 却是变得很时尚 那么夜晚所举办的时装秀 不仅是由周杰伦大S的东西拿来意卖 那么时尚趴呢 还邀请了一千位嘉宾出席 像是艺人蔡康友王世军夫妇 他们都出席了 明明我一个个登场走秀 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 向来是群众的抗议战场 不过夜晚却变得时尚又美丽 艺人蔡康友也担任嘉宾 虽然对于爱出汗的我来讲 会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可是呢 我觉得能够让大家在街上 就感受到时尚的气氛 我希望这样的活动越多越好 穿着长袍出席时尚活动的蔡康友 倒是被问到近来最热的补教话题 变得很幽默 我应该会问一下 就是在补习班里面教课的时候 是不是生活压力很大 所以需要一些比较多感情的调剂吧 号称建国版年来最大的服装秀 舞台全长160公尺 200盏灯打向舞台 台下可容纳1000位观众 不少艺人像是桂伦美 比里 王世群夫妇都出席 难免被问到敏感话题 我们现在很知足了 然后我们好像两个小孩都来不及 我们哪有时间离婚 凯道逢街扮时尚趴也让20位艺人 像是周杰伦大S王妃做爱心意卖 时尚秀让艺人增添话题 凯道也让时尚到越夜越美丽 终于今晚林世王黄淳 SNG小组台北菜脑部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